亲爱的各位同学 在我记忆当中 这应该是第一次 我在看不到你们的情况下 跟你们讲话 我知道我们一起经历了 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从春节到现在 新冠疫情呢 几乎改变了一切 我们的毕业季 也不能像之前那样 在我们政大体育中心 举行圣诞的毕业典礼 让导师们给你们颁发证书 不冒税 而且呢 跟大家坐在那个 所谓不随时间改变的 邯丹路的大学校门前 留下瞬间的微笑 不过我想那个定格 是我们每个人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美好的记忆 我也一样 其实我至今还保留的 那样一幅在校门前 留下的毕业照 不过那是1985年 照片还是黑白的 其实我今天早上呢 我再次拿出那张照片 仔细的端详 坐在第一排的 经济学院的那些老师们 我可以全部 喊得出他们的名字 有些年轻的老师呢 后来出国深造 比如说在照片第一排 我看到当时我的指导员 朱敏老师 那么他后来去了美国 共读博士学位 再后来呢 他又回到中国 回国服务 再后来呢 他又回到华盛顿 这个走上了国际货币基金 主持副总裁的这个岗位 任期结束以后呢 他重新回到北京 在清华大学 国家经济研究院担任院子 坐在第一排的 还有很多我的老师们呢 后来成了我在学院的前辈 和忘年教 比如说张勋华教授 叶世昌教授 吴布林教授 洪远鹏教授 尹波城教授等等 我这里特别想给大家提到 张勋华教授 因为他出生于1921年 今年呢 已经百岁高龄 他是我们国家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他对资本论 有独特的研究 和独到的见解 我记得他在1983到84年 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 也应该有几查地株的 这样一个研究报告 那么实际上为后来 广泛流行的土地批株制度 以及1988年 宪法修正案当中 修订了国有土地 不可转让的 这个条款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然我也不得不遗憾告诉大家 照片当中 还有不少的前辈老师 已经坐骨 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非常怀念他们 比如说 蒋旭默教授 宋承仙教授 蒋家俊教授 其实我前不久 去了蒋旭默教授 在浙江慈禧的故乡 看到了蒋先生 他曾经居住过的房子 也看到了蒋先生 一生写下的 几十种重要的著作 而且包括呢 著名的文学居住 《基督善伯爵》的中文版 蒋先生在抗战时期 翻译了《基督善伯爵》 那么在过去几十年 《基督善伯爵》 出版了无数的版本 那么我有幸看到这些版本 非常的开心 而这些呢 居然来自于 当地的一个基层干部的 精心的收场 令人非常的敬佩 人生可谓苦短 你们现在还很难以体会 我呢 在复旦求学 后来执教 做研究 一晃呢 也要快四十年 我即便没有经历过饥饿 但我也是从物质匮乏的 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 我深知我们今天的生产力 和生活 水准的大幅提升 是来之不已的 没有持续的改革开放 没有我们积极 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参与 我想中国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摆脱这么多人的贫困 实现快速的经济追赶 你们都知道 当中国经济 行将进入下半层的时候呢 可以讲过去几十年来的 全球化的浪潮 正在遭遇一场 来自于发达国家的 强烈的抵制 那么中国经济呢 也面与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 黑天鹅事件 灰犀牛的事件 不断地增加 更无法预料 今年春节以来的这一场 新冠肺炎疫情呢 正在全球蔓延 造成千万人的感染 几百万人失去了生命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全球治理体系 正在被一场分裂 推卸甩锅的脑局所困扰 很多国家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而采取的封国之策 让全球经济 因供应链的中断 处于几乎瘫痪当中 坦率地说 这不是供应链的错 也不是像很多人想的 分散的全球化 是非常的脆弱 其实真正脆弱的是 我们对全球化的信念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 过分担心 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 旨在孤立中国的 所谓本国优先的言论 可谓甚嚣层上 美国甚至于 威胁在技术链上 要与中国脱钩 来阻止中国的 持续的经济发展 那么确实呢 中国是过去四十年 全球经济化的 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正式加入WTO成员之前呢 我们就意识到 有必要借助于香港和台湾 在全球生产链当中的 特殊的地位 我们尽快地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特别是南部地区呢 新版经济特区 和出口加工产业 从而把中国能纳入到 全球的生产网络当中 事实证明 当时香港的角色 举足轻重 因为在我们的 最早的四个特区当中 后来一起成为 中国硅谷的深圳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跟香港的戒让 当然我并不认为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已经有明确的战略 来指导当时我们的经济的转型 至少在一九八十年代后期 当时有一个提法 叫中国要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 所谓国际大循环呢 就是主张中国要主动地 利用国际的市场和国际的供应链 而不是利涉国内市场 来快速地工业化 和实现资本的积累 那么根据这个战略的 这个意图呢 中国应该发挥丰富 并且廉价的劳动力的 这个相对优势 充分利用来自国际的原材料 零部件 那么经过中国的劳动力的组装 将这种产品呢 在反销到这个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通常把这样一个想法呢 说成是两头在外 当然我想中国呢 因为参与了全球的生产链 因为充分地利用了国际的市场 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快速的增长 不过这些年来 我们要注意到 当经济学家们还在使用 全球供应链的理论 来揭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在试图减少 对这个所谓外部大循环的依赖了 我们回想一下 在十多年前 当时中国正在遭遇跟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 当时我们也看到 中国经济自身规模的扩张 也面临着内部的结构不平衡的一个严重的约束 为了矫正经济的不平衡 并且扩张国内的需求 中国我想在2005年之后的十年 保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而不是贬值 而且基于中国加入世贸时候的承诺 我们开始向外国公司有节奏的开放 国内的市场和进入国内很多重要产业的许可 那么我想这个不仅仅包括 以更自由的贸易条件扩大货物类的进口 特别是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 同时也准许外资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 服务类的或者非贸易行业领域 而且在不断增加势力的自贸区里面 我们广泛的采纳国际标准的投资便利化 和资本跨境流动的制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为了深耕中国国内的市场 不断地保持市场的开放 其实中国在过去15年 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 对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 特别是高速公路 铁路 机场 港口 进行持续的投资 不断地提升它的运力 那么本世纪以来 我们也看到我们在通讯 在信息 这些基础设施网络的这个建设层面上 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 而且我们支持 私人企业在移动支付 在电商 在物联网 在智慧制造 在城市大脑 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新经济领域 大显身手 这样就造就了 包括阿里 腾讯 京东 等等为代表的 一大批中国本土的 国际化的科技公司 我们都知道 从今年开始 中国政府决定了 启动大规模的 以5G基站为代表的 所谓的新基建 也就是新一轮的新型基础设施的 这个投资计划 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 就在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 严重冲击西方经济的时候 其实给了中国 加快经济重心转移的机会 我们开始开发 更紧密联系的国内市场 来促进国内大循环机制的形成 在过去十年 中国奇迹般的 在我们的经济版图上面呢 建起了超过3.5万公里的 高速铁路网络 那么为了深耕国内的 巨大的内需市场 也为了迎接 中国经济发展重力的转移 中国积极的推动 以区域融合为战略的 国内市场的重整的这个战略 不仅通过启动 雄爱新区的建设 来分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加快经济机 一体化的进程 而且呢 通过推动长三角的一体化 越港澳大湾区的形成 以及包括16个重要城市的 长间经济带 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创造了大量的条件 中国的西南 有两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 也就是四川的成都和重庆 那么最新的国家的战略 是鼓励形成所谓双城经济圈 来带动更大的内需市场的 这个形成 那么从中国的西部 和西南部开通的通往欧洲的 亚欧铁路 以及向南到新加坡的 陆海新通道 不仅有助于提升 中国内地的经济的能量 而且有助于 稳定全球的供应链 虽然我们看到过去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在内移 但是在未来20年 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我想中国不可能 孤立于全球的 技术供应链 中国更不会闭关锁 那相反呢 中国会是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 积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而且将因为中国开放更大的国内市场 和加强与全球经济更紧密的联系 从而来促进全球化 我想全球化是重要的 因为它大大促进了 信息 技术 学术和思想的充分的交流 我想每一个国家都难以抗拒全球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力转移到国内 所产生的内循环的力量 我相信会创造更大的市场规模 基于企业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机会 并且能够有助于全球技术流动的加快 所以我认为那些强制一些企业 跟中国的企业技术脱钩 想轻而易举地阻止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些想法 其实是过于天真了 中国转向 以创造更大的国内需求 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做法 其实会为中国本土企业 更快地扩张和国际化 提供更大的机会 当然也为全球的投资者 和跨国企业 创造难以视而不见的机会 而且这些呢 必须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 所以在对待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上面 如果看不到中国的这个经济重心转变 会给全球投资者创造更大的机会 以及中国经济的规模 将持续扩张 难以阻止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我认为都是熟目寸话 我想我之所以在毕业典礼上 跟大家提到这些 分享这些 是因为或许你们早已对自己的生涯 有所规划 但是你们是否认真思考过 无处不在的变化 对你们接下来的发展道路 和人生的价值意味着什么 望远未来我想时代在变 思潮在变 技术在变 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在变 你们比我们或者比你们的家长 更需要有宽广的视野 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朝东看 其实已经不够 同时还需要朝西看 要全面的看到 更多蕴藏着的 等待被发现的机会 这些机会呢 我相信会勾起你们心中的梦想 甚至可能改变你未来人生的价值 和规矩 所以或许从今天开始 你们真的需要站得更高才行 高三远逐 那么什么才能够让你们站得更高呢 我想不是别的 能让你们站高望远的 是你们思想的力量 这应该是复旦 能够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武器 老实说 风云变幻的年代 苟且已不易 但是只要我们还怀揣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只要我们还有思想 我们就有诗和远方 期待跟同学们再见 谢谢